朋友之間為了四萬七千元的債務撕破臉 為了討債竟然上岩魯仁戲碼 新北市新店有婦人報案 表示兒子遭人控制 還揚言趕快給錢 否則將對他不利 警方火速逮兜了嫌犯 發現原來是青少年之間的債務糾紛 還囂張到找對方的家人恐嚇討錢 警方趕到場救人 一隻嫌犯似乎還不太想理會 直到發現原警來真的拿出了電擊棒 他們才乖乖就范 路邊強勢逮人 原來這幾名青少年竟然為了四萬七千元 涉嫌擄人投債恐嚇取財 電話那頭嫌犯誠要對兒子不利 被害人媽媽嚇壞報警 警方查出這嫌犯跟被害人 竟然是朋友關係 兩人交情好到曾經住在一起 但為了錢撕破臉 被害的紅姓男子向陳姓男子借錢說要買黃金 再加上吃吃喝喝花掉的錢一共四萬七 一欠就是四個月 債主陳姓男子火大翻臉 找來同火一共六個人 強硬押走紅姓男子逼簽借據 控制行動恐嚇他的家人不還錢就好看 警方救人要警到約定交付贖金的地點埋伏 當街壓制逮人 目前還有兩名嫌犯在逃 而昔日好友翻臉 路人討債 這下錢還沒討回來 通通先被依法送貝 就有朋友幫忙加興被報道